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3日 禮拜三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目前國際各界都在關注貝洛西訪台之後 北京當局會議何總動作回應 中共是否真的會發動軍事攻擊 從而爆發台海衝突 就在貝洛西抵台的同時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對此表示 中共軍隊將會展開一系列針對性軍事行動予以反制 同時 近日中國網絡上也傳出不少消息顯示 中共正集結戰車、調動軍隊 似乎北京當局真的要進攻台灣 對此 美國資深專家指出 習近平雖然想得到台灣 但北京最在乎的其實是台灣的晶片供應 所以習近平不會因為佩洛西而開戰 綜合大陸傳媒報導 從中國網絡上傳出的多組照片和影片中顯示 8月2日 中共軍隊的一些運兵車、自走炮、戰車 在中國沿海多地的海灘、市區、港口大規模集結 福建廈門台商圈流傳出多張中共軍隊 在廈門本島大規模集結的照片 包括在南市區公路上有大批軍車通過 當中更包括百輪裝甲車 港口也有大批軍車嚴陣以待 除了福建之外 浙江也有市民拍到高鐵站在運送坦克 高速公路上運送疑似導彈的畫面 影片當中可見杭州南站、高鐵站出現載著多兩坦克車的列車行駛而過 也有其他網友拍到跌路運輸導彈的照片 並推測是駐地位於浙江省金華市火箭軍的東風十路導彈 不過目前這些消息都沒有被中共軍方證實 這樣佩洛西訪台是否真的會使台海因此爆發衝突呢?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黃文說 不必因為一位美國眾議院議長而牽回中美整個棋盤 觀察人士分析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佩洛西今次訪台並沒有導致中美到了完全撕破臉的地步 與此同時 美國之心專家更將一步指出 習近平不會因為佩洛西而開戰 原因是雖然中共想得到台灣 但最在乎的其實是台灣的晶片供應 故而不會輕舉妄動 根據《日經亞洲》評論報導 美國維珍尼亞大學國際事務教授 委納公共事務中心資深研究員 柯普蘭 今月2日以中國更關心的是晶片而不是佩洛西為題 贊文指出 習近平雖然很想通過拿下台灣 來保證其領導的合法性 但目前中共最在乎的是 台灣晶片的持續供應 哪怕佩洛西訪台 美國亦都可以通過向北京保證晶片供應 而作為籌碼 來避免雙方陷入衝突 所以習近平不會為了佩洛西開戰 除了經濟原因之外 在軍事實力方面 中共亦都不具備大規模攻台的能力 近日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披露了一則 中共軍隊內部的討論 關於大規模攻台的後勤能力的消息 一份名為《中國海事報告》第22號文件當中提到 後勤保障是決定解放軍能否成功大規模入侵台灣的關鍵因素之一 目前解放軍在運輸和戰爭儲備上存在重大缺陷 而登陸突擊部隊的初期支援 和近岸後勤保障被認為是最困難、最關鍵的後勤輸送任務 對此前美國陸軍中國軍事高級情報官海文麥考利分析表示 共軍的後勤支援弱點正是台灣國軍加強打擊的重點 所以不應該以遷滅共軍的登陸部隊為目標 而是以斷絕解放軍的後勤保障線 削弱其登陸能力作為防衛台灣的策略 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 中共再次加強民工武嚇的態勢 很多大陸民眾都認為中共只是在表演給老百姓看 並表示大家都在著看中共當局的笑話 看這場鬧劇中共將會如何收場 近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幾次出現威脅說 佩洛西訪台讓我們拭目以待 前中共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2日也發推文說中方正嚴陣以待 中共軍隊絕不會助事不管 中共東部戰區8月1日下令嚴陣以待聽令而戰 2日又發布軍事影片威脅台灣 同時還有一夥自稱是退伍軍人的男子拍片宣誓 若有戰趙必回 對此大陸民眾表示趙立堅等人不斷恐嚇 都是表演給老百姓看的 中共的軍事洞嚇只是中共一貫的宣傳伎倆 老百姓的確拭目以待 大家一直在看等著看他的笑話 上海民眾胡先生說 中共肯定不敢打 最多玩玩小花樣 然後給國內的老百姓一個交代 天天吹自己是厲害國 他如果在外面一敗塗地的話 他就沒有顯擺能耐了 遼寧民眾姜先生說 我是希望他開火 開火那天不是統一台灣之日 而是中共滅亡之時 憑著硬實力打不到台灣 軟實力更加不行 一日到晚不惜一切代價 不怕犧牲要解放台灣 統一台灣的 你拿什麼統一 台灣公民的福利 民主 自由 法治 普世價值 三權分立 你能夠做到嗎? 與此同時有中國網友根據以往中共官方的宣傳套路 總結出至少四套劇本 並說佩洛西去了台灣 中共也會自稱勝利 還有網友次計出佩洛西訪台 中美軍方可能採取行動的賭盤 例如中共先開炮一賠十萬 美國先開炮一賠一百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十萬賠一等 暗奉中共色黎內飲的虛假表演 隨著中國房地產危機以及汽車製造業等下 由行業需求減弱 中國鋼鐵業正在進入一個不穩定時代 今年上半年 中國鋼鐵企業利用率大幅下降 如果中國經濟持續下行 可能有更多鋼企破產 彭博社報導 韓北競業集團董事長李趕波 6月在一場私下公司會議警告 中國近三分之一的鋼廠 可能會在五年內破產 李趕波悲觀地說 整個行業都在虧損 目前看不到轉折點 今年中國房地產危機加劇 從開發商到銀行都難以幸免 這一場危機也影響到鐵礦砂價格 以及澳洲和巴西的礦商 7月鋼鐵採購經理指數PMI跌至 自2008年以來最低水準 高盛預計今年需求將會下降5% 房地產行業至少佔中國鋼鐵需求的三分之一 而中國房地產業歷經一年多的痛苦之後 現在前景仍然不樂觀 另一個鋼材消耗行業是汽車製造業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今年7月1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 今年上半年 中國汽車總產量同比下降了3.7% 汽車銷量近1,206萬兩同比下降6.6% 在機械製造業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 26間挖掘機製造企業的挖掘機銷量同比下降了36% 22間裝載機企業的裝載機銷量同比下降了23% 北美投資顧問Mike Sun就此對大紀元表示 過去中國房地產火爆的時候刺激了鋼鐵的消費 而當需求端大幅度減少的時候必然出現供應過剩 導致鋼企利潤下降 如果中國經濟按照現在的勢頭繼續下滑 鋼企的日子可能更難過 很多企業都可能破產 將而被國企兼聘 英國官員今年2月在國會承諾 將會擴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簽證計劃》 已為及在1997年之後出生 沒有BNO的香港年輕人 英國內政大臣彭代理星期一正式確認 相關政策將會在秋季起實施 彭代理在聲明中表示 英國政府推出BNO簽證計劃 讓成千上萬香港人到英國重建家園 並在全國範圍內融入當地社區 對此感到恩惠 形容新政策進一步展示英國對港人的承諾 彭代理說 我宣布的進一步政策將會在今年秋季實行 將會繼續展現英國對港人的歷史和道德承諾 我希望英國民眾繼續歡迎更多香港人來到英國 並幫助他們重建免於恐懼的生活 根據目前公布的細則 申請者可以選擇提供父母的護照或身份證明文件 但即使未能提供 亦可以繼續申請 而合資格申請者可以帶同伴侶 18歲以下子女 以及高度依賴的成年親屬到英國 英國政府因應港區國安法 在2021年1月開放BNO簽證申請 容許BNO護照持有人及其家人申請簽證到英國工作、讀書和生活 並可以在居留6年後申請入籍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已經收到超過12萬3千份申請 當中有11萬3千份獲批 而今次英國政府放寬BNO簽證申請門檻之後 英國內政部預計未來5年 可以令大約1萬名香港年輕人受惠 中央社報導印度內政部官員表示 在2019年至2021年間 有117名預期居留 或涉及不法行為的中國籍公民遭到驅逐 另外有超過700名中國籍公民 被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 印度國會議員最近詢問 有多少中國人在印度非法居留或簽證預期 以及印度政府如何處理這些案例 印度內政部政務次長拉伊 2號提出書面答覆 根據拉伊的資料 2019年至2021年間 有117名中國人因為簽證過期 或涉及不法行為而被驅逐 726名中國人被列入黑名單 另外有81名中國人被發送離境通知 意味著他們可能從事和簽證目的不符的活動 如果無法提出令印度外國人登記事務局滿意的解釋 即使簽證期限仍然有效也需要離開印度 拉伊說如果預期居留是蓄意為之 印度政府將這1946年外國人發處理 根據印度傳媒報導 國會議員之所以就被驅逐中國人的人數提出詢問 是因為過去兩個月期間 只在首都德里周邊的幾個衛星城市 就有超過30名中國人 因為預期居留或違反印度法律而被拘捕 7月初印度執法局以調查是否涉及洗黑錢為由 同步在全國40多個地點 搜索了多間與中國手機大廠Vivo相關的廠商和公司 有多人被扣留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